貪囊在醜味一定跟無企同工 所以受無企的影響很大 再醜 驚為祝廟相夾 被日夜相夾 成功的勝算相當可靠 再味也是無企跟貪囊同工喔 但差很多喔 太陽太陽都漏線 那就沒有力嘛 正片開始前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唷 好接著我們講 貪囊在醜味的現象 貪囊在醜味一定跟無企同工 所以受無企的影響很大 他同工的位置有醜工 醜工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再醜 太陽在雨 太陰在子 驚為祝廟相夾 被日夜相夾 表示得到護胸母姐 頗為得利 成功的勝算相當可靠 如果再碰到 左右 鄉甲 左右 坐在對攻 還有文起 在三方彙照 或鄉甲 其成就制服在華夏 無起貪囊再醜 安命的人 特別注意 一定六級星對他的影響就很大 六級星的走虎 右臂文昌文起 如果對他產生作用 一發不可收拾 還有假肝 物肝 更肝連生的人 奎業入命牵線 拉更不得了 他的座貴相貴啊 在50歲以前 就已經是大官 或是大企業家 大商人了 這種可以不可求 但是有 我以前看過 在衛 也是無起跟貪囊同工喔 但差很多喔 為什麼差很多 因為太陽太陰都漏線 那就沒有力嘛 那麼他的現象是什麼 主 其人都為自己打算 晚花 日夜 太陽太陰在現地 香夾 沒有力 還受其影響 如果有吉星 還OK啦 如果加上 又紅到化劑 就要一劑之長力深 如果沒有一劑之長 就只能夠做做小生意 如果能夠見到蒼崎啊 還有左右 這個就 也一樣可以出降入下 可是都做到一半 就是獲得不太好 但是如果他能夠碰到 火星跟靈星 一樣可以當金人 威震變怪 我們先幾個例子 1995年生的 無起貪囊再醜 做命 他只碰到文昌 文起 書讀得不錯 很年輕 就可以當官了 就這麼簡單告訴你 來 還有一個在餵的 很晚花 然後 嚴音在哪裡呢 嚴音在日夜太陽跟太陰露線嘛 夾他無力嘛 反而對他有影響嘛 他的 護胸 母結 對他影響都很大 不但沒有幫助喔 他反而有傷害 但是呢也沒有全部都不好的喔 另外有一種現象 有陽刃 或者火星靈星 也一樣可以出將入巷喔 也可以 威震邊關 那是古時候人說的話喔 當兵啦 這個1994年呢 女性 14歲到23歲的時候呢 碰到無起貪囊 這個大現 所以那個時候啊 我建議他去當兵 如果當兵得利的話 也OK啊 可是因為他喔 有寡術 童工 你怕寡術嘛 所以就孤傲 反而兵也當不下去了 也沒有太大成就 這是用這一個來跟各位講 這個無起貪囊 再醜味 它是不一樣的 最主要是因為 日夜 有利沒利的關係 所以這個命盤的現象 跡象喔 對應到現實環境 的確是這樣子 如果在命攻的 也可以按照這個 來針肘 來考量 一定要做對行業 你才能夠避開 日夜相加無利 而有害的現象 我們接著講 陳旭的現象 貪囊在陳旭喔 是獨重 貪囊在陳的現象 是什麼現象呢 貪囊的對公 是無起 它既有什麼 漂泊 貪囊在陳 無起一定在旭 在天皇帝王啊 被困住了 那這個無起心的財心 就怎麼樣 就發揮不出來 所以呢 無起在遷移工 就更增加了 它的變動的這個傾向 因為它為了要怎麼樣 要衝出天頭地網啊 所以最適合從事什麼 多變性的工作 或者從事多項產品的經銷 或者研發各種產品 我直接先幾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1976年生的男性喔 貪囊在陳 有地結 陀螺 做命 其實這樣的最適合修行啊 可是這個人喔 從事海印的喔 剛好可以配合他的武起 跟他的貪囊喔 突破天頭地網 接著我們看旭 貪囊在旭 三方一定會什麼 破金七薩 那麼呢 既有獨自策劃 單旗奔走 生財的能力 做事積極 任勞任厭 渴望積殺成塔 而成為有錢人 喔這很妙喔 要記兩個例子喔 一個例子喔 是1976年生的喔 他的貪囊跟地結 坐在命宮 坐細胃 這個喔 很努力 業務做得非常好 而且都可以獨立 籌劃 而且喔 任勞任厭 財博公有洋任 雖可以激滑 就可以把貪囊的屬性呢 給激出來 獨立自主 而克制的物意跟情意 反而 就有更好的未來 那這多幾個案例 這兩個人喔 一個是1947年喔 兩個人的命宮啊 都是做貪囊 地結 照理講 發展情況下一樣啊 但是呢 這個年紀大一點的大姐 1947年生喔 他的命宮都做寡術啊 所以難怕孤城 你怕寡術啊 他很酷喔 而他的三方沒有碰到洋任 沒有碰到火星跟菱形 突發不了 這兩個人都應該走休息 這位大姐 1947年這個喔 因為沒有碰到 火靈跟洋任 所以呢 他就是在 一生在物意跟情意之中打滾 好以上說明希望大家能夠幾一晚三啊 多多應用 謝謝 連生啊 跟灘狼在四海的時候呢 他只喜歡一種 就是火星跟靈星 同工 就會有奇異在身喔 比如說畫家 攝影師 設計師 這一種都很可能成名的喔 導演 啊演員這不得了啊 不得了 都會因爲什麼 特殊的記憶而獲起暴力啊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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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 2 2 2 5